孝燕燕嘱咐韩德让万事小心 尤其是身边监视耶律贤之人 韩德让表示那人应该已被耶律贤收服 孝燕燕得知前因后果后 担心是耶律贤从中做了手脚 韩德让相信不是耶律贤所为 还说耶律贤与燕燕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另一边主上将随行的侍从当作猎物射杀 这令侍从们大感心寒 初步奉耶律贤之命来到黑山 他策划侍从们反了主上 没想到主上有所察觉 立刻喊来精卫军将侍从们制服 正当主上准备亲自杀了侍从们时 一名精卫军突然将刀刺向了他 如今主上已死 萧斯温下令先封锁此消息 再宣耶律贤来行宫继承大头 很快耶律贤收到飞哥传书 他不尽心喜准备尽快赶往黑山 但太平王更换了新的出城令牌 韩德让只好来找燕燕帮忙 燕燕借着想要太平王的一套书当价装没由 借机从书房偷走了通关令牌 燕燕还将一条丝带系在韩德让手腕上 保佑他此行平安 临走前 韩德让低头稳住燕燕 许诺归来时二人便成婚 习燕也得到了主上被杀的消息 他立即召集死士连夜闯关 却在城门口被太平王拿下 太平王也收到了黑山密函 他料定主上一定出事了 而且耶律贤也不再行宫 雇他一部分人马留守 另一部分人马跟他杀至黑山 此时大雪漫天 耶律贤一惊体力不支 韩德让便一边鼓励他 一边骑马带他赶往了黑山 很快肖斯温召集重臣 宣布了主上冰天的消息 等到太平王带兵马赶着黑山 已经为时已晚 他带着士兵们大开杀戒 但此时肖斯温已当场宣读假仪诏 恭请新军耶律贤入殿 恭请新军入殿